妳好 我是胡尹 這裡是正在為您直播的 亞洲財經透視 美國政府再次面臨 很可能關門的窘境 新的財政年度即將到來 但是針對預算法案 國會兩黨分歧持續 政府關門會否再度重演 對經濟有影響幾何呢 曾經是中國首富的 恆大董事會主席許家印 因為涉嫌違法犯罪 已被依法採取強制措施 恆大系的三家港股上市公司 繼續停牌 事件對於中國房地產市場 又帶來什麼歧視 今天節目當中會有詳細的解讀 美國聯邦政府本財政年度 政府進入最後的倒計時 繼今年5月末 與債務違約擦肩而過之後 美國政府如今又因為 新財年的撥款法案難產問題 面臨著歷史上 第二十二次停擺的危機 《財政年度》 都不必須強調整 結果在香港的地產 都不必須強調整 在香港偷梵卵 不必須強調整 兩位 都不必須強調整 所有市場 都不必須強調整 自行人 在香港偷梵卵 並且各自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在关门期间平均只是下滑了0.1%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停摆对经济没有影响 一些华尔街大行和金融机构 已经对关门的潜在影响做出了评估 安勇经济学家预测关门一周就将造成 四季度美国市GDP60亿美元的损失 相当于0.1个百分点 同行高盛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估算 也是比较近似的 预计联邦政府关门每持续一周 对于季度GDP的影响是在0.1到0.2个百分点 高盛还指出GDP影响主要是联邦员工停薪影响消费 不过预计政府重启员工拿到薪水补偿之后 这部分流失的消费将得以弥补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潜在的影响不容忽视 尤其是对于消费者和商业信心 那评计机构穆迪分析师此前就曾经警告 如果美国联邦政府停摆 将会影响到美国的主权信用 那我们知道当前其实美国三大评级机构 只剩下穆迪还维持美国主权债务 AAA的这样的一个最高的评级 但是现在穆迪分析师是认为 政府关门将让美国财政政策 对比其他最高评级的国家显得更加疲弱 而关门时间线如果拉的越长 负面影响将越严重 而财政恶化和政府治理能力就是今年8月份 当时汇谕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华尔街还担心联邦的一些统计机构 如果关门的话将会影响经济数据的正常统计发布 可能会影响到美联储的利率决策 其实当前美股投资者最为关心的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了 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给股市带来影响 另外也是有部分的分析师担心 政府关门叠加上其他的经济负面因素 比如说汽车工人罢工 利率上升抬高借贷成本 学生贷款豁免期结束 汽油价格上涨等等 这一系列的风险因素加在一起 才会去进一步的刺激到市场的避险情绪 那如果进一步引发美债的抛售 推高美债收益率则将给市场带来更多的压力 那富国银行的投资研究所首席全球投资策略师表示 梁党显然是希望利用这一次的拉锯 为总统大选和之后的中期选举铺路 那任何无法削减美国财政赤字的方案 都有可能继续推高美债利率 他看好材料工业等板块 预计一些高估值的科技板块 将会迎来回调 好 谢谢飞飞 另外在上海中心大厦的 富凰卫视演播室呢 我们也请到了 国市金融改革智库首席专家 刘胜军先生来为我们分析 刘胜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刚刚在片中也看到了 美国众议院是在最后的关头 是叫四项单独的拨款法案进行投票 当然有三项是通过 一项是受阻的 整个来看的话 美国政府您觉得这个关门的警报 是不是仍然是没有解除的呢 对的 我们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 因为在历史上 两党每次围绕拨款的问题 都会进行这种激烈的表演 这个有点类似于这个叫斗鸡博弈 就是看谁先眨眼 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当然了 从历史上来讲 即使发生了关门 那么最终两党也会坐下来妥协 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把它 把它看成一种政治的一种博弈手段 而不是一种叫世界末日式的一种灾难 确实这个政治的博弈手段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短短的四个月以前 其实美国就刚刚结束 又一次的这个债务上限的纠纷 当然如果和政府关门 这个单纯的事件相比 您觉得这个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 是不是会更加地严重 因为我们也知道 现在美国的债务规模 可以说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下一次债务上限的重演 是不是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当然就是说和官美的这种表演相比 这个债务上限是一个关乎的 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根本问题 实际上两党虽然围绕债务上限 也会进行每次进行大量的争吵 但是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两党的根本利益其实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这个国债上限 债务上限不能提高 就会出现违约 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说 美国这个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这种特权 它就失去了 所以我想这个共和党民主党 都不可能让美国去失去这样一个特权 所以我觉得美国只要它还能够提高债务上限 最终就一定提高 当然这个世界上天下没有免费的 永远免费的午餐 那美国继续滥用它这样一个 国际货币的地位 那么最终会触发一个临界点 导致国际社会对它的信心的上市 比如说这个巴西总统鲁拉 在去年就讲过 就是每天晚上睡不着觉 为什么全世界一定要用美元 而不是人民币 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警告 正在出现 所以我相信 如果美国继续朝着这样的发展 最终还是会受到惩罚 当然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 这个时间还有多远 确实 比如说我们说这一次 如果美国出现了这个政府关门 政府预算问题导致这个关门的话 经济数据也可能会推迟发布 那后续美联储如果要进行 一系列的重要货币政策 比如说加息还是不加息等等 都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我们也知道现在其实美国的房贷率 非常地高 现在升到了7.3% 这个基本上是本世纪的最高水平了 所以您觉得这个持续的高利率环境 是不是会成为美国短时间内 甚至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大风险隐患 对的 美国这样一个高利率 它对经济造成的伤害 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从历史上的数据来讲 加息导致经济衰退 一般会有一年 甚至一年半的一个左右的时间差 所以随着时间的退移 加息对美国经济的这种影响 会不断地显现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再出现了像政府官媒 这样一种混乱的事件 那么我们考虑到美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它的相对估值水平 现在都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 所以我想这样一种高利率 有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 实际上今年年初 美国有几家银行的倒闭 我觉得是一个预言 虽然美联储平息了这个风险 但是如果长期地保持这么高的一个利率 对金融市场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事件 好的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 内地方企巨头中国恒大 今日是风暴不断 许家印一手打造的帝国 如今是风雨飘摇 这个市场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究竟内地的楼市 何时才能找到新的方向 下节我们继续和刘胜军先生 一块来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 就是中国恒大在周四发表公告 除了披露董事会主席许家印 因为涉嫌违法犯罪 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之外 还发布了旗下主要附属公司 恒大地产未偿还的债务情况 公告内容显示 在未清偿到期债务方面 截至2023年8月末 恒大地产涉及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 累计约2785亿人民币 另外逾期商票 累计约2067亿元 所涉及的重大诉讼方面 截至2023年8月末 恒大地产标的金额 3000万元以上 未决诉讼案件数量 共计1946件 总额累计约4492.98亿元 而通过股权转让 土地以及在建工程转让 信托 代持等方式 已经完成过户的房地产项目 共73个 包括恒大地产在内的 恒大系三家港股上市企业 已经从周四开始停牌 在上海中心大厦 富翰卫视演播室 我们还是继续和 国市金融改革智库首席专家 刘胜君先生来探讨 刘胜君先生 您怎么来看这一次 许家印事件的影响 我们知道 之前有一个恒大的重组计划 现在这个计划 您觉得会不会出现变数呢 我觉得这个事件 实际上是恒大 整个危机演变 一个必然的结果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恒大的结局 已经没有太大的悬念 我们在过去两年 看到的一个 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 当然里面涉及到 像烂尾楼的交接 等这些比较难处理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 标志着 叫长痛不如短痛 快刀斩乱麻 这个阶段可能已经到来 实际上这个对恒大的重组 是一件好事情 让恒大的这个 各方面的不确定性 能够尽快地落地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 对金融市场来讲 也是一个好事情 希望这个事件 能够尽快地 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确实在港股市场 今天内房股都是 集体上涨的 我们也知道 激进扩张的这个恒大 曾经是迎来过高光时刻 那许家印也一度 是问鼎了中国首富 现在恒大这么一个 过山车市的转变 您觉得可以带来 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那处在低迷的 中国房地产行业 要如何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确实对整个 中国的这个房地产行业 有很多的 值得我们学习的教训 第一个呢 我想就是我们要看到 这个中国房地产 这种初放式的 高跟猛进式的 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了 那么原来在这个阶段 很多企业可能凭的是 规模 胆量 债务的快速扩张 那我们现在要走向 高质量发展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的企业家要敬畏 中央提出的房租不少 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以为过去的这种房地产 单边上扬的趋势 还会永远地持续下去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要看到 企业一定要坚持健康发展 就是我们的企业 如果说你没有 自己的核心的能力 就像恒大一样 盲目的多元化 盲目的追求规模 盲目的这个借债 那么这样的企业 实际上在这种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 可能要被淘汰出去 另外呢 我们的企业家也要学会 敬天爱人 也就是不要耍小聪明 这个小聪明 最终会把自己给反视 要善待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利益相关者 这样的话 这个企业才能长久 那么对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未来的发展 我想从宏观上来讲 我们要避免这个急刹车 还是要通过改革的办法 让房地产软着陆 另外呢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要继续推动 中国的城市化 我们现在城市化率 还不到50% 通过城市化 转移人口来 来逐步的消化 我们现在房地产 很多的存量的问题 那么对开发商而言 我也有两个建议 一个就是说 开发商要向管理要效益 不要再追求初放式的 这种野蛮式的扩张 要经济化管理 那么第二呢 我觉得大家要更多地关注 这种改善性的需求 那么改善性的需求 当然就需要我们 做大量的产品的创新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改变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房地产 还是有希望能够走到一个 更高质量的发展的阶段 好的 非常感谢 刘盛军先生的分析 好 下期回来带您关注 更多的财经资讯 我们稍后见 内地一线城市执行 任房不任带满月 不过近期楼市成交 出现了冲高回落的态势 有业能士认为 楼市复苏的大方向不变 成交回落也是正常波动 但后续仍要出台 一系列的宽松政策 来持续推动去库存 自广州在8月30号率先宣布 任房不任带政策之后 另外三个一线城市 北京 上海和深圳也随即响应 贝壳研究院的统计显示 政策出台后的三个周末均值 与8月份的周末均值相比 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 整体增加超过四成 但与此同时 新增挂牌量也整体增加 当中北京 上海的增幅最为明显 不过内地证券时报的调查显示 新政落地后的第一个星期 政策效果较为明显 但在9月下旬 楼市成交开始冲高回落 政策效应也在逐步减弱 当中 北京二手房近期的成交量 已经基本恢复到 新政推出前的水平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统计 州成交量虽然未有明显下降 但从唯买需求量来看 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指出 在新政策推出之后 总价500万元以内的 刚需房源紧喷 但针对这些主流 雇房群体的政策没有变化 所以任房不任带的政策影响 逐渐递减 而一居研究院研究总监 严月靖则指出 一线城市二手房 供大于求 矛盾凸显 预料后续还会有一些 新的政策来推进 以促进房源流动 中指院市场研究总监 陈文靖也认为 在供求关系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不合理限制性政策 有望逐步优化调整 除了因需失策 优化限购之外 同时也可以通过 降低首付笔 利率 和交易税费等 支持住房消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对于美国计划禁止 中国在当地投资 高科技领域 中国冒错会呼吁 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律 和公平竞争原则 又指投资禁令 将危害两国正常的 商业往来 以及全球产业链的 安全和稳定 美国总统8月初 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在计算机芯片 等敏感技术领域 对中国进行新的投资 当地财政部 在8月14号 针对这项禁令 开展为期45天的 公开意见咨询 并在9月28号截止 中国冒错会透露 中国国际商会 以代表中国工商界 向美方正式提交了评论意见 希望美国政府 切实听取理性声音 审慎考虑相关规则 冒错会指出 中国是半导体 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技术 全球产业链中 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美方的自我设限 将使美国企业 在国际竞争中受损 妨碍技术进步 最终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 而美方有关做法 不但是相关交易 增加交易风险和合规成本 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而且将破坏 目前高度依赖 全球分工与合作的产业链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周二在会见 美国前财长鲍尔森时表示 中美应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 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周三则指出 中美相互依存的现实 并没有改变 又指和平共处 是两国必须坚守的底线 不打任何形式的冷战 热战 也不打贸易战 科技战 美方应该停止制裁 中国企业和个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五 进一步回落 带动欧洲的国债收益率 也大幅下跌 但日本公债收益率 再创多年新高 促使日本央行 进行额外的购债操作 日本政府周五公布的 连串经济数据显示 8月份零售销售按年上升7% 好过市场预期 工业生产按月没有增长 但已经大幅好过预期 同时制造商预计 9月和10月的产出 也会好过之前的预期 而通胀的先行指标 东京地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9月份的年率为2.8% 其中的核心CPI为2.5% 是连续第三个月下跌 虽然也稍微低过预期 但已经是连续第16个月 高于央行的2%目标 至于双核心CPI的升幅 也稍微放慢至3.8% 经济再生大臣心疼异孝表示 日本已不再处于通缩 但政策制定者 必须确保物价 不会回落至收缩区间 不过通胀率持续超标 也让央行更加难以判断 货币政策的调整 市场方面则继续测试 央行对公债收益率上升的容忍程度 10年期收益率曾经触及0.77厘 创出10年来的新高 20年期收益率曾触及 2015年5月以来的新高 30年期收益率也触及 接近10年来的新高 促使日本央行进行了 日程以外的紧急买债操作 规模3000亿日元 期限5到10年 推动收益率有所回落 至于美国国债收益率 则有十几年的高位回落 带动欧元区主要成员国的国债收益率 也大幅下跌 美元脱离10个月高位 美汇指数失守106点水平 其中对日元一度跌破149日元 不过日本官方没有停止口头干预 财务大臣林木俊一表示 在处理汇率问题上没有防守底线 在应对失去汇率波动方面 不排除任何措施的可能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迎来了全面赴偿后的 首个中秋节 各项庆祝活动在多地同步举行 包括了全港市民免费乘坐电车日 中秋彩灯会 以及五火龙活动等等 另外香港旅游界预计 中秋国庆黄金周假期期间 会有100万的内地旅客房港 以自由行为主 餐饮界也表示 中秋节的餐馆定位情况非常理想 晚市的翻台有望做到 一轮半到两轮 有金融企业联合电车公司 推出了全港市民免费乘车日活动 庆祝中秋国庆双节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出席启动礼 并搭乘首发电车与市民同乐 此外多地举行中秋彩灯会 以及音乐会 不少市民白天提前到场游玩 入业之后 阔别三年的大坑五火龙活动 从中秋节的前一天起复办 一连三天 长达67米的火龙 将在超过300人的舞动下 沿路为市民送上 平安健康的美好祝愿 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 还在关注那些财经热点 一起来了解一下 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 反映就业状况的有效就业 与求职者比率8月为1.29倍 预前支持平 不过此前已连降三个月 此外 日本八月新增职缺数量 较上月增加2.8% 增幅相对较大 分行业来看 与去年同期相比 住宿和餐饮服务业 职缺人数增长了9.8% 教育和学习支持行业 上升了8.4% 但制造业和建筑业职缺人数 则分别下降7.5%和3.8% 新加坡政府拨款11亿新币 以帮助本地家庭 应对生活费上涨带来的负担 政府推出的这套生活补助计划 包括在2023年12月 发出200新币的特别现金补助 给予低收入家庭 50新币的公共交通补助 以及在2024年发出的额外购物券 水电杂费抵扣券等 今天是中秋冷假第一天 一道早往小琉球的 东流县码头人潮挤爆了 台湾媒体关注 中秋假期首日 民众出游热情高涨 东流县成为热门线路 游客大排长龙 预计假期期间 将有近万人登到小琉球 民宿餐饮方面也是分火爆 有市民称提前三个月 就已订好民宿 为更好的服务旅客 航运公司称 将会每20至30分钟 不定时假开半次 最后也要祝各位 中秋国庆双节快乐 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中秋国庆双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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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